馬總統急了啦 接下來要談的也是 我覺得也要談很久了 什麼佔比 戴比 什麼 什麼民調公司 光民調公司要談半天的嘛 那馬總統是急的 這這一點我可以 我也認同 因為大家很多人都是希望藍白河 可是我想問一個問題 馬總統跟朱立倫是有那麼陌生 是不是 是最熟悉陌生的 還是沒有line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這個東西有必要 要到對媒體去放話 然後用逼宮的方式來解決嗎 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打給金普聰 金普聰沒接啊 好 問題是現在 接不搭電話啊 是啦 也許他們跟金普聰有什麼問題 故意把金普聰扯出來 可是可是現在每一個人都知道 現在決定者不是金普聰嘛 現在決定者是朱立倫跟侯友宜嘛 你應該去找朱立倫 侯友宜去談嘛 那即便是你的想法 侯跟朱第一時間沒有接受 那你不能夠 因為他們沒接受 就就透過媒體把話放出來 然後用輿論的壓力 去去對朱跟侯施壓 那如果朱跟侯真的很有底氣 很硬 堅持不就範 那你就會造成我們國民黨意見的分裂啦 那我覺得其實現在我們這個小機 真的是很慘啦 聽說侯正宜也激進崩潰是嗎 當然啦 因為當前方還打仗 譬如說朱立倫今天為什麼 還是繼續堅持說 一定要有政黨的支持度 甚至我們跟柯文哲談判的條件嘛 談判就是說 我有我的堅持 你有你的堅持 然後大家趨於一致嘛 各位想想看 其實現在的方案已經跟兩個月前 剛開始談的時候 大家講的也很不一樣 最初的時候 國民黨是講一個什麼 開放式民主初選對不對 那連民調都沒有 就是投票 柯文哲那邊講的是比民調輸的退 可是現在已經進步到 大家願意喉科科喉來比了嘛 然後第二個 國民黨這邊也進步到 我們願意全民調 對不對 全民調佔六成嘛 那四成的部分是政黨制度 那政黨制度也是全民調嘛 現在只是說要不要把政黨制度加進來而已 其實這就是已經趨於一致嘛 那接下來還會更趨於一致啊 那怎麼會 朱元還在談 可能他還是還會繼續談的過程當中 我們這邊的前主席就跳出來講說 那我支持對方的方案 那你要朱元怎麼談的下去嘛 然後那所以呢 柯文哲實際上上個禮拜 他公佈那三份民調 其實我覺得對他是有商的 就是說對我們一般 我們會認為說 你太故意了吧 對不對 這路侯民調耶 商的是侯友宜不是嗎 對可是像你知道我記得他上次也有去批評那三份民調 就是說那三份民調很故意啊 很離譜啊什麼什麼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柯文哲你很故意啊 你怎麼會自己在那邊弄了三份民調 然後對他是有點傷 國民黨現在有點底氣嘛 結果忽然間柯文哲回血了 因為馬總統忽然間去支持柯文哲的方式 然後逼得我們國民黨就範 那我真的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你如果這有什麼意見 大家黨內解決 不要讓別人讓別人看笑話 而且又起你知道像我們 我在選舉 我們常常服務處接到電話 我們平常在路上也會遇到人 前一段時間真的稍微有一點比較搭的情緒盪下來 我服務處接到電話也比較少一點 今天又爆了啦 今天又爆了啦 而且每一個人的意見都不一樣 這是都不一樣 意見都不一樣喔 分裂 然後對對 然後你看喔 我就隨便摘了武通 有的是支持藍白河的 你看 鍾小姐 他說很喜歡業員資 只是住中和 不是我的票 希望藍白河不要計較 吃虧就是占便宜 趕快把民進黨拉下來 這個是支持藍白河 陶小姐 也是支持藍白河的 他說國民黨變一變去 結果柯文哲 堅持全民調 一定要這個反支持全民調 叫我支持全民調 然後下面就開始反藍白河 下面開始反 你看這個住藍白河的 他說叫我不要再講了 不然不要再支持藍白河 不然票不投我 下面一個 下面一個又是住藍白河的 國民黨是在搞什麼 快被搞瘋 這樣我就不出來投票了 馬英九又出來亂 這個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說 覺得國民黨不要再談藍白河 就自己走自己的路 在第五個這個匿名電話 也是一樣 馬英九是敗類罵超兇的 越癢越氣 那這些人現在意見都不一樣 而且每個最後都會對我們情緒 勒索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站在我這邊的話 我這票我就不投你 欸我怎麼了 對不對 又起我現在每天然後也是五點多 就出去掃接拜票 去公園啊 一天 本來我一天有時候可以發三百包面子 我現在只能發兩百包 你知道為什麼 睡過頭 不是我都很早起床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跟我講藍白河的事情 有一次碰到一個大哥 罵講藍白河的事情 罵了罵了五分鐘 叫你們國民黨不要再去跟柯文哲談 柯文哲變一變去 然後講了五分鐘 我們不能夠不理他對不對 我就一直在那邊聽他講啊 大哥對我懂你的意思 然後這 然後旁邊有一個在騎機車騎走的 聽不下去 因為他在那邊弄很久 他說跟那個大哥講說 你不要再為難他 他也沒辦法決定 我說對啦大哥你講重點啊 大人的事情 我們真的沒辦法決定 我們自己好好努力啊 所以大人們 我覺得大家可不可以顧一下小雞的意見 好嗎 不要在媒體上面這樣子炮轟 這像話嗎 馬英九什麼王金平 然後誰誰誰誰 都是我們黨內人 然後每個人在媒體上面互相討論事情 不能開一個會嗎 拉個群組不行嗎 所以這真的是 你要馬王拉一個群組啊 對馬王啊豬啊猴啊 你在開玩笑嗎 拉個群組嘛 然後大家有 他們有群組耶 有是不是 那群組要講話嘛 不是說拉到群組 然後變成陌生人 真的這樣子會讓我們很為難 真的是會非常為難 那那至於說 很好奇黨內哪一邊的聲音大 你們目前聽到的是反應 我覺得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一半一半 意見非常不一致 所以不管這個火車開到哪裡 趕快決定要開不開 趕快做一個決定 時間不多了這樣拖下去到到真的要藍白和和平的和 因為現在的支持者情緒已經很高張了 我覺得要到和平很不容易 這就是我們最不想見到的狀況 不過正好 黃金明說南部地方大反彈了 那可是這個馬英九說 你要做這樣全民調才能夠說服民眾黨這個支持者 那今天的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突然這個一篇社論出來呼籲 說這個國民黨支持者要團結挺侯友誼 不能把披霜當良藥啊 到底這個忠實口中的披霜是誰啊 你怎麼看 我先跟大家講 現在整個中國 不不不 中國國民黨 內部的大架構其實是分三個組別 一個組別叫做全民調組 全民調組有馬英九 有韓國瑜 竹竹苗的縣市首長 有各個小雞 有陳昌文 邱復生等 叫全民調組 另外一個組別叫做挺著胸膛倒下來組 有侯友宜 朱立倫 金輔聰 李乾隆 王金平等 另外的有叫做四部官級組 或者說明哲保身組 那就所謂的魯秀燕跟所謂的蔣萬安 這兩萬其實坦白了 對這件事情都沒有任何的意見 他就說明哲保身組 這三個組別 其實坦白講心裡想的跟做的事情 都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全民調組 顯然這種全民調 尤其是馬英九及蕭旭成 出來講支持全民調 這是一個組合權 馬英九講完之後 韓國瑜就負荷 韓國瑜負荷完竹竹苗 現時首長就負荷 接著國民黨一堆小雞都負荷 這都只是為黨好 所以提出全民調 可是這樣大前提之下要攻擊手 攻擊手就叫做陳昌文跟邱復生 陳昌文說若拒絕全民調 現在就可以棄猴保科 這叫做攻擊手 對不對 那邱復生就叫猴友宜 滾回去當新北市的市長 這叫做攻擊手 這全民調組這邊非常非常完整 那挺著胸膛倒下來組 侯友宜朱立倫基輔 他們現在三個地獄是綁在一起的 侯友宜如果掛的話朱立倫也會掛 朱立倫掛的話基輔從一四一名也毀於最後 所以這是一大塊 那李乾隆跟王金平坦白講 這兩個真的有益氣嘛 對不對 所以你仔細看喔 這個全民調組跟挺著胸膛倒下來組 某種程度背後也代表國民黨外省藍與本省藍的路線之爭 甚至叫做親中掛跟本土掛或是沒這麼親中掛的路線之爭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馬英九韓國瑜等人過去都穿梭於兩岸之間 那至於包含王金平跟李乾隆甚至還有朱立倫跟所謂侯友宜 都是過去被稱之為本土藍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我坦白講 這有遠音 遠音就是本土藍外省藍 以及什麼親中不親中等等的這要遠音 也有淨音 淨音就是我一直講的嘛 當老大哥要發號施令 當然是從長期穿梭於兩岸的人 這一掛來發號施令 那這些人發號施令 當然就是下面有一個脈絡 過去跟中國很好的就一起蜂擁而上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架構再清楚不過 但是結論就是國民黨被一切為二嘛 國民黨被一切為二的時候 最為難是誰 當然就是葉遠之這種小雞啊 對不對 你看五個簡訊 有兩個支持藍白 兩個支持全民調 三個支持所謂的這個挺的胸上導向 那葉遠之怎麼辦 他是一張票都不能少耶 對不對 你這件是怎麼辦 甚至你剛剛還有人特別寫說什麼東西 他是住板橋的 再這樣就不出來投票了 第一原子就會很危險 你以為你出來投票他就不危險嗎 我會上了喔 你不要再唱帥啊 你出不出來他都很危險 所以一定要出來 一定要出來出來還是危險 但我意思是他會變更危險啦 對不對 本來很危險 他變超危險 但是小雞很為難嘛 對不對要怎麼辦呢 好那接著的整個大結構 對國民黨來說 或國民黨的候選人 還有小雞來說都很辛苦 那接著會發生什麼事 很清楚 這個叫做全民調組 接下來手段一定會攻擊 攻擊再攻擊 有可能發生什麼串聯啊 連署啊 登報啊 進座啊 這些東西都有可能會發生嘛 對不對 這東西都是國民黨的老招啊 那時候逼對郭台銘 四年前是不是就登報 然後第一個連戰簽名 第二個馬英九簽名 對不對 那這種也是一種串聯 也是一種連署 登報其實就是串聯加連署 對不對 那小雞可能有幾百個 就看連署啊 羅廷偉啊 什麼一大堆了嘛 對不對 然後甚至有小雞 奮兒絕食進座嘛 對不對 那絕食進座會瘦嘛 派田方輪出來絕食進座嘛 所以這些事情都有可能會發生 那可是好 挺著胸膛倒下來的小組怎麼辦 拖自覺嘛 對不對 朱立倫就說我也沒有反對全民調 只是要對比還戶比 還有比例 但要討論 意思是我們拖過禮拜三就沒事了嗎 因為下週一登記啊 我禮拜三沒開始民調就沒得民調啊 對 對不對 所以朱立倫宣布 週三的中場會幹嘛 停開一次 停開一次 他說因為要政黨協商所以沒贏 停開一次 你真的是認為在政黨協商嗎 沒有嘛 因為他知道禮拜三有人要提案了嘛 對不對 他提案說要全民調嘛 禮拜三風雨欲來啊 可是禮拜老子懶得理你嘛 對不對 我就直接 嘿 我就直接不開 還不開了 對不對 讓你風雨停下來 對 所以一個一定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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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攻擊攻擊攻擊 串連連署燈爆 結果都有可能嘛 對不對 提案嘛 對不對 可是另外一邊老子就不開 怎麼樣 我通過禮拜三就OK 可是問題是最後遇到幾個問題啊 對不對 國民黨黨紀何在 黨紀何在 開除馬英九跟韓國瑜 全力支持 對不對 怎麼可以 對不對 我們國民黨候選人是侯友宜啊 對 你怎麼可以背刺侯友宜 他說好 這兩個只是支持全民調 沒有達到開除的水準 那總可以開除 陳常文 陳常文跟邱復生嘛 陳常文不知道有沒有 但邱復生一定有 他當國中常委對不對 開除一兩個試看看嘛 那顯然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我預判 國民黨還會一直拖 一直拖一直拖 一直拖 那好 但在這種狀況之下 國民黨就是一分為二 這個一分為二呢 就有全民調 還有這個所謂的保皇派 就是說挺著胸上倒下來 這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件事情是很麻煩的 這些全民調小組 我認為最後也不會逼迫黨中央 黨中央應該挺得住 可是這一掛就什麼 會掏空國民黨 一大塊根基 直接往柯文的靠攏嘛 你瞧不起馬英九 OK 因為馬英九沒有什麼媽咪 我承認韓國瑜總沒有韓 總是有韓粉 對不對 韓國瑜一隻穿新劍 是穿侯友宜的嘛 千軍萬馬來相見嘛 所以這些人會被掏空到 所謂的民眾黨這邊嘛 所以對國民黨來說 這是侯友宜是最糟的狀況 所以我認為 侯友宜現在的心中的這個 陰影面積一定很大嘛 你要想看現在是十一月十三號嘛 對不對 你想看我們往回推十一個月前 就是一月十三號的時候侯友宜 哇賽 民調五六十趴 結果侯友宜就是參選總統 前半段被朱立倫搞的嘛 對 因為什麼初選亂搞嘛對不對 讓郭台銘份額對侯友宜行凶嘛 所以侯友宜民調腰斬 中間好不容易找到金服從來治侯友宜 結果又被馬英九跟韓國瑜開槍 民調又在腰斬嘛 所以侯友宜現在擔心自己什麼 變林根仁嘛 對不對 就是這當時林根仁的所有窘境 現在完全復刻在侯友宜身上 當時出來罵林根仁的叫林根仁不要開記者會的是不是就是國民黨的議長幫 當時站在高宏安旁邊是國民黨的副議長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對侯友宜來說 他心中的陰影面積一定很大嘛 所以國民黨到底搞這座在搞什麼東西 坦白講一個好好的局 連續被朱立倫砍一半 再被馬英九跟韓國瑜砍一半 所以這個局我認為坦白講 我覺得非常非常慘 至於怎麼解我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為看起來就是會拖過去 拖過去國民黨就實質分裂 分裂就分裂投票嘛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 會更進一步的泡沫化